服刑十年 李清让终于出狱了 但他却无家可归 父亲不认他 一见他就被刺激的心脏病发出进医院 手术费需要十五万 妹妹经济条件一般 无法负担这笔费用 李清让没有多说 转身出去找工作 可他一个刚放出来的人 根本找不到工作机会 若不是过去的兄弟挤出点钱支援他 他连活下去都成问题 走投无路之下 他想到了来福大酒店 酒店在医院旁边 地方够大 房体却斑驳老旧 住在里面的也不是旅客 而是各种病患和家属 父亲被欺病那天 李清让在医院门口 遇到一个老人问他来福大酒店怎么走 他看老人可怜 就按老人胸牌上的指示 将老人送回了酒店 酒店老板马晓琳对他非常感谢 登场给他一张名片 答应给他金卡折扣 李清让接过名片看了看 正面是酒店的服务项目 住宿 看护 跑腿 背面则写着两字 招工 李清让决定找马晓琳谈谈 可马晓琳看出他坐过牢 工资开得不高 李清让觉得没意思 正要走时 突然有个男人来找马晓琳谈酒店拆迁 马晓琳不同意 男人就动手打人 李清让看不下去 三两下就把男人打跑了 马晓琳追出来 更请李清让留下 可李清让还是走了 他需要的钱 马晓琳给不起 不过 这次英雄救美 却给李清让带来新的机会 拆迁男人的背后老板 王达基 早年混社会 给李清让当过小弟 这回得知李清让出狱了 正好邀请他重新出山 帮忙搞定来福酒店的拆迁问题 具体方案是 由李清让打入来福内部寻找漏洞 再逼马晓琳就范 事前 王达基给李清让五万 事成再给十万 于是 李清让成了来福酒店的唯一员工 月薪三千五 然后他就发现 马晓琳其实挺忙的 酒店的大事小时都得他一人操心 他还想把酒店升级成各方面都更完善的病友之家 目前已经在接触投资人了 李清让把马晓琳的动态全都汇报给王达基 王达基给出行动方向 就让马晓琳使劲花钱 等钱花完了 王达基再来把投资搅黄 马晓琳走投无路 定会同意拆迁 可要让马晓琳放心大胆地花钱 就得先取得马晓琳的信任 机会很快来了 这天 马晓琳出去见投资人 把店交给李清让看管 店里有个正处于术后康复期的胃癌患者老实 为人特别做 这时 非嚷着要回家吃女儿做的饭 完全不顾女儿又管老又管小 根本招应不来 大家都来劝老实 老实却越闹越凶 李清让便来助老实 拿出在监狱的气势 在里边像你这种 就一找 关三天 至百病 说完 李清让真把老实关房里了 但也没有关三天 到晚上 李清让再去找老实谈 只要老实配合 他可以偷偷给老实供应香烟 两天一根 老实又提出想整点有劲的 他就把老实带去酒吧玩了一晚 回来以后 老实就配合多了 再也不做了 马晓玲非常惊喜 觉得李清让靠得住 便把招人的任务也给了他 酒店招人很难 马晓玲招了那么久 才终于找到李清让帮手 李清让干这事却一点不难 他找了两个无业的兄弟 一个叫辣椒 可以给酒店做饭 一个叫河北 叠被子是拿手聚火 李清让说 他们都经过监狱 但人品没问题 工资每人三千五 找他们来 不仅服务员有了 保安队也有了 这两人干活麻利 马晓玲对李清让更加信任 于是把各种采购 也全都交给了他 在李清让的主持下 酒店里多了冷柜 窗帘 监控 甚至还有了点唱机和保健 来福酒店被升级成病友之家 生活变得丰富起来 连老实都彻底老实了 身体也好了 而与此同时 马晓玲的钱也花光了 李清让把这个消息 连同投资人电话 一起报告给王达基 王达基叫他按兵不动 他便继续留在酒店里 没多久 痊愈的老实就退房回家了 临走前 他送给李清让一副锦旗 李清让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转身却把锦旗扛在肩上 招摇过世地穿过酒店走廊 大家都夸他做得棒 他笑得得意 嘴上却说 老实送来 进走来没用 说完 他走进了父爷的房间 父爷是石油厂退休职工 年轻时是文艺骨干 老了患上尿毒症 已经七年了 他是酒店老人 马晓玲有事总找他商量 他没有子女 全部家当几乎全在房间里 其中还有一盘很早以前的录影带 老实被女儿接走后 父爷有些怅然 李清让便帮他搓澡 说 你要是想当爸 五块钱一生 我管不 说完 他又劝父爷 其实没孩子也好 他爸爸就从没认可过他 唯一一次表扬他 还是他上初二时 宇文破天荒烤了全班第三 父亲就给他冲了碗黑芝麻糊 半句话也没说 李清让说完 父爷却想睡着了 李清让把父爷叫醒 父爷说 有儿子真好 五块钱一生 我买二百的 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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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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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后去找马晓玲 马晓玲面无表情地告诉李清让 投资人不知从哪听说 店里有三个老改犯 就要求辞退他们 否则不给投资 李清让听着没什么感觉 不管来福怎么样 反正他更需要钱 只是 父亲不肯用他的钱 说是当他已经死了 不能用他来路不明的钱 他这才明白 就算他有了钱 父亲还是看不上他 离开医院时 他在走廊上看到一个陪护家属 正被两人围着骂 骂人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那家属却是他认识的 正是住在来福酒店的毛会计 一个陪重症母亲治病的孝子 李清让出手赶走那两坏人 接着毛会计被医生叫去谈话 李清让便去病房里帮他照看母亲 毛会计的母亲躺在病床上 像是有话要说 但又说不出来 李清让便拿了笔 让毛妈妈把想法写在纸条上 中午 毛会计请李清让吃饭 一边诉说自己的难处 母亲摔了一脚 进了ICU 他答应母亲不会放弃治疗 可治疗需要钱 他只能省吃俭用 甚至把老家的房子都降价卖了 李清让正想把毛妈妈写的纸条 交给毛会计 可听毛会计说完 他又把纸条收回了包里 第二天 马晓玲跟三个员工谈话 说王大接来找过他 但他还是没同意拆钱 投资人撤了就撤了 三人还能继续留在店里做 不过工资减半 等消息好了 再调回来 至于钱的问题 多亏父爷帮衬了一把 李清让心情有些复杂 辣椒和河北在先后表态愿意留下 随后 河北想到一个主意 去医院派发名片 大力宣传来福大酒店 这招效果很好 在河北的大力宣传下 病人们成群结队地入住酒店 酒店效益蒸蒸日上 三人的工资很快又调回来了 而且有了统一的制服 上面带有统一的笑脸标识 河北建议李清让给马晓玲 送提拉米苏作为感谢 蛋糕都准备好了 李清让无法推脱 只好顺势提出 护送马晓玲回家 路上聊起来 马晓玲说 自己以前也是癌症患者 房子没了 老公跑了 得亏还有来福 猜他是把病治好了 那时 他连房费都交不上 就给老板打零工 前年老板走了 无儿无女的 就把店给他了 其实他不同意拆迁 并不是钱的事 而是有人曾跟他说 没有来福 命都没了 说完 马晓玲问李清让 怎么进去的 李清让说 当时他跟辣椒 看到几个畜生 欺负一小姑娘 他们过去救人 结果是手把人打坏了 到楼下了 马晓玲没让李清让上去 说他儿子在家 都上初中了 退给你 拉米苏提着吧 谢了 女的清清爽爽的 还是不化妆的好 王达基给李清让下新任务 让他拍下 马晓玲给病人喂药的过程 想诬陷马晓玲非法看护 李清让不肯干 王达基就提醒说 别忘了父亲还要前手术 第二天 李清让犹豫着拍下 马晓玲给孙奶奶喂药的照片 马晓玲回头看见 笑着招呼他走近点 要拍就大大方方的 这时 李清让突然发现 马晓玲没化妆了 这些照片 李清让最终没有发给王达基 夜深了 王会计醉醺醺醺醺的回到酒店 这两天 王妈妈病情加重 不上呼吸机 人很快会死 可上了呼吸机 人就得一直连在机器上 获得毫无质量可言 毛会计哭着说 有妈在 家就在 我还能做个孩子 可我怕她遭罪啊 我答应过不放弃治疗 但我不知道她心里咋想 李清让陪在旁边 最后掏出一张纸条 上面是毛妈妈醒来时写的 回家 毛会计终于决定不治了 之后 她带着母亲的骨灰 依照母亲的心愿 退房回家 不久 傅爷生日 酒店大伙给傅爷举办了生日会 孙奶奶还上台唱了首歌 气氛热烈极了 傅爷却突然走开了一会儿 片刻后 端了碗黑芝麻糊放在李清让面前 李清让突然愣住 急而大哭 好像这些男的所有委屈 都被哭出来了 哭完以后 她站起来 来服务大酒店 我的家 大伙都在那儿 是吗 都在不 来服务 杀不了 杀不了 没多久 马晓玲听说李清让父亲需要手术 便跟辣椒河北 凑了三万六的手术费送到医院来 李清让感动的声音都哽咽了 她现在依然不敢去见父亲 但马晓玲的做法 终于使父亲对她有所改观 也同意接受手术了 王大鸡再打电话来 李清让就不接了 她补了张五万的借条给王大鸡 并撂下话说 有她在 来服不会被拆掉 王大鸡狠狠盯着她 没多久 来服酒店就出事了 孙奶奶死在了酒店里 医生说 是药物过量导致死亡 孙奶奶患老年痴呆 一不看住就会走丢 她有个儿子 平时半年才露一次面 露面也就是要钱 但这回孙奶奶刚出事 儿子就现身了 还指着马晓玲大骂 说要告诉她 马晓玲慌的手足无措 平时孙奶奶的药都是她喂的 可她每次都是遵医嘱 一直好好的呀 这件事影响很坏 酒店附近到处贴满了 抹黑来服的传单 医院里到处都是 抹黑来服的传言 李清让在医院门口 遇到王达基的手下 还被那人指着鼻子骂 来服大酒店 就是罪犯收容所 李清让大怒 李清让又动手了 就在医院门口 而这一幕 正好被父亲看见 事后 李清让回到酒店 马晓玲告诉她 王达基刚来找过 孙奶奶的赔偿款80万 她付不起 所以只能签了拆迁协议 李清让没作声 马晓玲继续说 她让我替她谢谢你 你的任务完成了 河北辣椒都很惊讶 李清让只好努力解释 刚出来时缺钱 为了给父亲治病 她才收了王达基的钱 任务是增加开支 让马晓玲多花钱 逼她签字走人 李清让说的都是实话 就想让马晓玲 重新信任她 她是真把来服当家了 孙奶奶的死 她真的什么也没掺和 啥也没干 可是 马晓玲已经不信她了 她被赶出来服酒店 这时 父亲也不肯手术了 之后两个月 她都在病医馆里当火花工 期间听妹妹说 父亲病情恶化 快不行了 这晚 李清让喝得鸣鼎大醉 看到路边有警察 她下意识掉头就跑 警察追上她 她就抱着头喊 我啥也没干 喊着喊着又哭起来 嘴里叨叨地说 我想家了 我想家了 第二天酒洗 还是照常上班 这时 她忽然看见父亲 来殡仪馆选骨灰盒了 于是她跟上去 一直跟到来服大酒店 这时她才知道 周围都在拆迁 所有人都走了 但父亲还住在酒店里 父亲以为李清让 去海南开店做生意去了 这是马晓玲的谎言 还给李清让留着脸面 傅爷说自己快到日子了 就在这里不走了 死后骨灰就洒进海里 怕吗 忍着一辈子 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等死 来服是家 我在自个儿家里 陪着她到最后一天 这不算等死 但我还能帮你干到啥 过了会儿 李清让抱着个老师 放银期回到来服大酒店 这期期是她拖了好多人 才找到的 可以播放父爷的古董录像带 父爷坐在电视机前 看到屏幕上 拨着自己年轻时 登台唱戏的画面 顿时精神起来 嘴里跟着唱或者念 戏唱完了 后面还有一段家庭录像 拍的是父爷家的后院 花团紧簇的 还养了一条狗 父亲在堂椅上纳粮 母亲在剁造前生活 父爷看得满眼泪光 爸 爸 喂 下了你们啦 这时 酒店突然停电了 李清让赶紧下楼去查线路 等弄好了重新回到屋里时 父爷已歪着脑袋 永远睡过去了 但李清让还是把机器打开 陪着睡去的父爷 把录像看完 之后再跟马晓菱 辣椒 河北一起 把父爷的骨灰 撒进了海里 这时 马晓菱还是没有信任她 她决定做点什么 重新把信任找回来 酒店拆迁那天 李清让和辣椒守在店里 网打击的人来赶他们 她就故意激怒对方 让对方动手打探 而这一切 都被提前布置的摄像机拍了下来 与此同时 河北已来到派出所报警 事由是暴力拆迁 李清让不怕被打残 也不怕再进去 她说 人这辈子 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等死 终于 她的计划成功了 虽然她被打得万死 但王达基总算被抓了 马晓菱也找到孙奶奶的儿子 把孙奶奶唱歌的视频 放给儿子看 儿子幡然悔悟 承认自己收了王达基的钱 孙奶奶是被王达基的手架 威入过量药物而死的 她要告发王达基 李清让被送进医院 昏迷中 她恍惚看到了父亲给了她家门的钥匙 她大哭起来 说 我想做个好孩子的 我真的想做个好孩子 一滴泪从眼角滑落 无家可归的李清让 终于可以回家了 这是2024年上映的国产电影 来福大酒店 来福就是life 来福大酒店的故事 也就是关于人生和生命的故事 一群生病的人 在酒店里互帮互助 无路可走的李清让 终于在这群病友中被认可 被接纳 他一辈子没有得到亲生父亲的认可 却在来福大酒店里 重温了父亲般的关怀 体会到被需要的价值感 家的意义 不在于有父有母 而在于有人关心 有人爱护 有人永远相信你 有人真心关爱你 有这些的地方 就是家一般的存在 李清让在酒店里 找到了人生的第二个家 病友之家是个好概念 社心查清楚以后 是领导在新的规划中 对来福大酒店给予了保留 还要拿来福酒店当试点 而那些为了钱 不择手段的王达基等人 则依法受到了严惩 最终 王达基因组织领导黑社会团伙 非法拆迁 并教唆他人犯罪导致死亡结果 而被判死刑 对李清让来说 出狱后的经历几乎是一种重生 过去的他死了 但这没什么可遗憾的 那时的他 只是一个浑浑噩噩等死的人 而重生以后的他 目标坚定 勇敢无畏 因为他已经懂得 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毫无意义地活着 在稀里糊涂地等待着死去 能好好活着的人 就算漂泊四方 也能真正做到四海为家 因为 家的感觉就在心中 就在好好活着的每一日生活里 把自己当作家里的奉献者 也就同时成为了家的守护人 何止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 下期再见